趁著玉三拆著拖鞋 從書家一路走路來到公園 二號一早八點 孫安佐兌現承諾準時現身 台北北投復興公園 準備好要跟網友酸民們 正面對決 拜託酸民有股細一點 我都已經給你們一個最好的機會 今天也不是想要來讓別人 自欣欣報警或者嗆報的人 今天只是想來教大家一些事情 可能是時間太早 網友們並沒有出現 讓孫安佐好無奈 而這也是在泰國私闖民宅事件 曝光後孫安佐首度親自現身 還原事情的來樓去脈 我以為那是我親戚家 整個普吉島 變成一個很像一個 大型實境節目一樣 以我為中心這樣 皇室 警察 巫醫 都參與到我在泰國的一些事情 今年四月 孫安佐在普吉島呼馬後私闖民宅 還脫下短褲露出臀部 在民宅內大搖大擺閒晃 嚇壞屋主報警抓人 事後又神志不清進入賣場 接著還失蹤兩天 直到母親敵音飛往泰國 才將人接回台灣 但也因此登上泰國媒體版面 而事件爆發後 接連衍生出更多爭議 一下被家人聲稱遭到下骨 一下又直指都市 雖然左前女友造成 首先他把我綁在床上 給我施打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要件 應該鎮定一些牙齒 兩個叫吸一些病人細節 蔣樹在泰國遭到下骨 同時也否認是跟阿乃分手 才會做出脫序行為 打臉敵音說辭 但對於詳細細節不願多談 只是從語句中能感受出 這一家人的關係 已經降到冰店 繼續跟黃姐的溫暈簽 常常到